你看看这都几点了 商场都关门了 太迟了 我打不到车 我跑过来的 来 奶茶 都冷啊 你自己喝吧 把鞋脱下来 啊 脱鞋 哦 我辛辛苦苦逛了一天商场 好不容易看上一双鞋 鞋滚还来这么晚 害得我没买成 你说你能干什么事啊 哎王子 啊好好好 我待会回趟公司给您发过去啊 西西 咱能不能别闹了 鞋子我明天给你买行不行 你先打车回去 我回趟公司 敷衍我是吧 不想哄是吧 那好啊 分手 你能不能别总是提分手 这个项目对我真的很重要 要是成了 能赚不少钱呢 能赚多少钱呀 是能买房还是能买车呀 你一个月一万多块钱的工资啊 我闺蜜男朋友 一个月五六万 人家吃香的喝辣的 你呢 这话过了啊 什么叫过了呀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你但凡能多赚一点钱 今天你就不至于跑过来 这奶茶也不会冷 我这鞋也不会买不到 废物 你说谁废物呢 你 说的就是你 没本身废物 那既然你这么有本事 新银卡你为什么不自己还 家务你为什么不自己做 房租你为什么不自己付 是我男朋友 养我不应该吗 有哪条法律规定 谈你爱男生就一定要养女生 孙希希 我对你好 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不希望你这么辛苦 但是你别给你不要年 谁让你这么懂我说话 我给你演的是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公司聚会上 你冒充自己是单身 今天日你背着我去相亲 在你爸妈面前 拿我和别人做比较 你有尊重过我吗 有尊重过这份感情吗 没有 因为你根本不懂 什么叫做尊重 我的真心和尊严 在你那就是用来被你践踏 我告诉你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就像这些 不合脚 就别进去 不然脚疼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